這是提兩個案子 那第一個案子是 因為現在GNV到9月到10月也要進入六週年 發現雖然每一次GNV都有很多的新面孔 但是也有很多的熟面孔 就是已經來了好幾年好幾年 這其實也讓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為什麼這麼多熟面孔願意一直待在GNV 像我自己也在GNV 大概已經有也是快六年了 所以我就想說 那個就開一個共筆 讓大家來聊一聊 就說為什麼你願意在GNV 這個大草皮待這麼久 然後也只是就是 因為其實GNV的社群也蠻有意思 就在國際上好像也很少 有像GNV有這麼活躍的 就是人數這麼多 而且每兩個月半一次活動 都有這麼多人參與 而且持續有展出的 那個公平科技社群 就是GNV算是很稀有的 所以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公平 能夠讓 就是讓大家知道 到底為什麼GNV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好所以這是第一個提案 那再來第二個提案是 之前就是如果有追蹤我臉書 或是我臉書 還有一個發現到我之前臉書上很多鳥事情 就是我很不常 會追蹤老鷹 還有我自己要排的那個白頭紅生誕之類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後來我就發現 就是猛禽的資訊還蠻好玩的 因為之前大山生理公園 有在直播就是那個 嗯 嗯 鳳頭蒼蠅的御廚 那我後來我也自己也跑去 跟台灣猛禽研究會有去哈拉聊天 想說我們能夠做一些什麼事 能夠幫助大家更有些保育意識 或者知道一些猛禽的一些生態 然後我才知道說就是 目前 台灣猛禽研究會會對一些 一些新生的猛禽會去偷偷的把他抓下來 然後腳上細個環再放回去 然後以及如果是受傷的猛禽 在救傷完後 再也放錢也會細環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的城市內的猛禽 其實他們是有代號的 然後 而且也因為現在很多人就是拍照的人也越來越多 所以其實有越來越多的大炮可以募集到 所以這個猛禽出現在哪裡 所以其實我們可能可以在YouTube啊 Fleaker啊 惠狐B之類的 各平台都有辦法找到一些猛禽 被人家募集到被拍到出現在哪裡 那我這邊有個想法是說 那或許我們可以把這些資料匯整起來 變成一個猛禽的臉書 就是可以把這些資料匯整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欸這個猛禽 今天在大地震動人出現 明天在台大出現 後天在哪裡出現 然後讓大家能夠更容易關注到 把這些猛禽當好朋友 知道他最近在哪個地上打卡 然後 也可以就是希望能夠激起大家 整個市民對於保育的意思 就讓我們的城市能夠變得 更加對動物友善的一個環境 所以需要做的事情 我也把這些黑白的事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一起來討論這個體態 好 謝謝大家